小朋友们你好 这里是陈老师 今天你会跟陈老师一起进行一次有趣的活动 看看陈老师手里有什么 一个大大的大大的盘子 而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 所以今天你要跟我一起去找一找 找一找跟我一起找一找 陈老师一会就会去走一走 找一找找到一二三四五五样我最喜欢的东西 然后分享给小朋友们 所以今天陈老师给你的任务就是 你也去找一找找一找找到你 最喜欢的五样东西 然后告诉爸爸妈妈为什么喜欢他们 他们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好不好 现在陈老师要去给你们展示 我最喜欢的五样东西咯 小朋友们我回来了 看看陈老师的盘子 现在已经是满满的满满的 里面装满了我喜欢的五样东西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是什么吧 第一个摸起来软软的软软的 他是 你猜到了吗 他是一只大象 他是我最喜欢的大象 陈老师还在上幼儿园很小的时候 这是妈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他是一个男孩子 他有长长的鼻子 大大的耳朵 他的名字叫蓝蓝 因为他的颜色是蓝色的 下面看看第二样东西 这是足球 陈老师很喜欢去踢足球 我要跑得非常非常的快 我每个星期都会出去踢足球 嗯 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喜欢踢足球呢 或者你喜欢打篮球 第三个 小朋友们猜一猜 他可以咔嚓 猜到了吗 叮叮 他就是照相机 陈老师非常喜欢出去 拍照 下面一个 我可以 搅一搅 搅一搅 你看 陈老师喜欢做蛋糕 所以呢 我有很多做蛋糕的工具 而这是我最经常用的一个 最后一样 摸一下 它是尖尖的 硬硬的 还有声音 你猜到了吗 贝壳 陈老师非常喜欢去沙滩捡贝壳 这是陈老师在沙滩上的捡的贝壳 它是硬硬的 然后尖尖的 所以陈老师就有贝壳 相机 搅拌器 搅拌器 蓝蓝 还有足球 这是我最喜欢的 现在我需要你去找一找你最喜欢的东西 然后告诉爸爸妈妈为什么你喜欢他们 好不好 小朋友们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